这个设计模式呢 我觉得日常应用中可能有些地方还是用的挺多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要稍微详细的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概念 随时进入一个对象的状态变化 然后呢随之可以恢复之前的某个状态 比如撤销功能 GS没找到纪念应用但是出了一些工具 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做某些工具的时候 比如说比如说编辑器啊 特别是这种撤销功能 撤销功能我们平常是很常见的对吧 我们平常很常见 那我们在做GS的一些工具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常用到 当然如果是你在前端或者GS中做的是以展示为主的界面 那基本上就不随在这种撤销的问题了 但是你如果是在GS中做的是以编辑为主 或者说是以制作为主的一些工具的或者一些界面的话 这个撤销的这个功能可能是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说这个备忘录模式呢 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好好听一下 如果是你已经有了这种撤销的需求 或者说将来会有撤销的需求 一定要不要忘了备忘录模式 我们直接把咱们弄来看一下 它一般有三个对象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备忘录的对象 Momento 然后呢 实话可以传入这个container就是内容 对吧 我们是以这个编辑器的例子来模拟的 然后可以返回这个container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是标的列表 这个地方它其实标的列表通过一个数字 然后通过get add和get 来去返回这个数字中的元素 和添加数字中的元素 然后数字中每个元素呢 其实都是这个Momento class的一个实例 所以说一个是单个元素的一个class 一个呢是那个管理列表的class 最后呢我们加一个editor 就是我们要编辑的工具的这个主体 然后里面container 我们先复制成单 然后set和get 这个都比较简单 一个是收纸一个是获取 下面这个sealcontainertoMomento 其实就是说 把我们现在的这个container的这个内容 给它创建一个newMomento 就是创建一个Momento的实例 然后getcontainerfromMomento 就是我们要从Momento这个实例中 获取到内容 就是一个是保存 就是把现在的备份 另一个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撤销 就是相当于恢复之前的备份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啊 使用看似麻烦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现在处理化了一个editor 然后处理化了一个take care take care就是备忘录的一个列表 然后set thecontainer 比如说我们editor写成111 然后接着写成22 这个时候是没有撤销的 因为没有执行保存复复复的这个工作 所以11变成22 就是生命过来的 没有撤销 好 当这变成22之后 我们要存储复忘录 就是我们要把它存储下来 啊 我们把editor.savecontainerToMomento 这个返回的这个值 给它add到这个care ticker里边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这个22 就已经存储下来了 对吧 好我们再塞加成33 33再存储下来 存储到复忘录中 然后我们再塞加44 啊这个时候呢 其实变化是11变成22 变成33变成44 但是呢 现在的显示是44 对吧 一开始是11 然后变成22 这个时候再撤销是撤销不回去的 因为我们没有保存复本 但是从22变成223 这个时候再撤销是能撤销回去的 因为我们222已经存了复本了 从333变成44也是能撤销回去的 因为333也是保存复本 好变成44之后呢 我们打印端下的内容 它肯定是44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次撤销 再打印啊 我们做一次撤销再打印 就能恢复到这个333 恢复到222 好就是这种简单的例子 如果是你有这种撤销啊 备份啊保存复本啊这种去去的话 应该是能引起你的好多共鸣 或者说能激发你想出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方式 好我们代码也试一下 好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命令模式的这个代码先删掉啊 我们先弄一个备忘对象 就是这个momental 既然备忘嘛 肯定得传点内容进去 对吧 要不然备忘什么呀 啊 lister container version content OK 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定一个API 让它去获取这个containter return list content 好 这个备忘对象呢就已经生成完了 接下来是备忘列表啊 keytaker 备忘列表出实化的时候 肯定我们要先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类的列表先出实化出来 然后我们允许去添加备忘对象 然后我们允许去添加备忘对象 好 这个地方按理说不应该叫对象啊 应该叫备忘的类啊 我们严谨一点 list list posh 就是把这个momental这个对象添加到这个list中吧 好 接下来是get getindex 然后gettaker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列表的管理 每个列表项呢 都是这个momental的这个实例 我们可以add可以get 好 接下来是编辑器 editor 编辑器呢 我们肯定里面得存一些编辑的内容 我们先复制成number 然后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接口去setcontainter 就是给它设置内容 类似于我们输入内容啊 然后可以getcontainter 就是获取当前的内容 好 接下来就是salecontaintertomomental 那就是说我们把当前的内容呢 给它保存成这个momental对象 然后new momental 好 newmomental的时候呢 我们要穿上containter 对吧 containter好说 containter就是当前的containter就可以了啊 就是this.containter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是getcontainterfrommomental 就是我们要把this.containter 复制成什么呢 啊 这应该传入一个momental对象 复制成这个从momental中 获取的containter 啊 这个getcontainter在 是这个哈 momental里面getcontainter 就对到这儿来 好 最主要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编辑器中 把当前内容保存成一个momental对象 然后返回 然后呢 是将传入的这个momental里面的getcontainter 然后复制到当前的这个编辑器的这个内容上去 好 我们做一下测试代码 先给它处置画一个editor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处置画一个catecler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模拟啊 编辑器setcontainter 我们给它复制成111 然后呢 然后再内容复制成222 这个时候是不能撤销的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好 当前是22 那我们给它备注一下 就是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就是说catecler 就是这个备忘列表 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肯定是加一个momental的对象 那我们加一个editor.savecontaintertomomental 大家看这个是返回一个newmomental的一个实例 所以说执行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好 那我们执行这个其实返回的就是这个momental的一个实例 然后正好是符合catecler这个add里面 我们要穿上一个momental实例的一个要求 好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将当前内容备份 然后继续复制对吧 我们直接拷备吧 复制成333 然后复制完这个333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次备份啊 操作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去复制 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444 好 这样的复制完了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先去打印当前内容 打印当前内容肯定是444 对吧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恢复啊 getcler.get getcler.get .get 什么呢 大家看 careticket .get 其实就是执行这个 对吧 要传入index 然后它返回这个list.list.index 这个时候我们是存了两份了 存了两份index 后面是0和1 所以说我们这肯定要是传入一个1 这个就是现在什么 现在撤销 啊 撤销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打印出当前内容 这个时候肯定是333了 因为撤销了一步了 对吧 那好 这地方肯定就要传0了 因为这个1index已经被拆掉过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吃1传0 好,传0吃1之后呢,我们再去打印 再打印的时候应该是222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做了这些事之后 然后再去打印的时候 我们预期这些打印的是 第一个是444,第二个是333 第三个是222 好,我们到这段期中先把之前的打印清一下 然后我们在代码中保存代码 好,大家看444,333,222 对吧 就是整体来说 是我们在122的时候 这儿做了一个备份 又升上333又做了一个备份 然后升上44 接下来我们要打印的肯定是直接打44 然后我们进行一步撤销 打333 然后再进行一步撤销 打222 这个没有问题 好,看似比较简单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主要是把这个备忘类和这个备忘类表 这两个class给它抽象出来 然后再真正的编辑的工具里面去 如何去使用 就OK了 然后使用场景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种 GIS的写的或者前端写的这种 生产类的或者编辑类的工具 而不是偏展示类的 展示类没有什么撤销啊 好,设计原则验证就是 就是状态对象与使用者分开 GEL 然后所有的分开的GEL的 肯定是符合开放空门原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总结一下 我们看一下概念和用意 备忘录模式呢 就是说保存一个对象的某个状态 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恢复它 就是类似于这种撤销功能 而且撤销功能有的最多 实现方式呢 我们是模拟了一个 编辑器的一个内容的备份和撤销的功能 使用场景就是一些 所有用到撤销啊 备份啊 这种什么保存副本啊 这种场景 你都可以考虑用这个备忘录模式 好,这一节备忘录模式就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